王志安点评金门渔民事件 抨击民进党但暗示一边一国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王志安王局 昨天晚上发布了一条长达30分钟的视频 点评金门渔船事件 严厉抨击民进党 但同时夹带了不少私货 今天有必要给大家解读分析一下 总结看来王志安的立场是这样的 两条 第一条 民进党当局草菅人命 歧视偏见大陆人的表现是淋漓尽致的 第二点 金门麻祖等地不符合台湾拥有所谓的主权的根本利益 不利于所谓的一边一国的最终目标 这就是王志安的立场 也就是说他反对民进党及其所有 认为民进党在摧毁台湾 同时他支持理性务实的台湾独立 一边一国等等 在反对民进党上 尤其是这次金门渔民事件 民进党的处理方式上 我赞同王志安的看法 但是在台湾归属问题上 王志安与我不仅不是同路人 而且可能还是敌人 从自理行间 王志安肯定不支持统一 当然也不会支持解放 在我眼里 仅仅是统一是完全不够的 台湾需要的是解放 什么是解放 去殖民化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这是我的个人立场 王志安整个30分钟的视频 就只在说明一个观点 保留对金门 马祖 乌丘 东沙群岛的行政权 对于台湾本岛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这次渔民遇难事件 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王志安的逻辑是这样的 头一条 台湾所谓的主权范围 仅包括台湾岛 及澎湖列岛 不包括金门 马祖 乌丘 东沙群岛等等 第二 这些所谓的外岛 只给台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以及中国大陆 找理由武力解放的契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所谓的金门火药桶理论 王志安的立场 福建 广东 里岛最好还给大陆 来确保台湾本岛所谓的主权诉求 他是这样解释的 很有意思 非常值得关注 台湾只要拥有对金门 马祖 乌丘 东沙的行政权 台湾就不是台湾 而是所谓的伪中华民国 大陆与台湾的战争 依旧是内战或解放战争 尚未结束 这是事实 但是王志安认为 这不利于台湾向国际社会 也就是西方白皮帝国主义 与殖民主义者讨要支援 因为这个属于中国的内战 国际社会无法干涉 他的建议 台湾将金门 马祖 乌丘 东沙 还给大陆 这下子就立刻变成了中国与台湾两个主权实体的战争 有利于台湾存活以及国际社会的干预 这就是王志安最根本的立场 居心叵测 怎么看 咱这么说 我知道咱王志安王局是一个知名的媒体人 不假 而且是一个非常有仗义 有正义感的媒体人 我非常的佩服 但是 在他评论台湾问题上 非常的幼稚 非常的简单 跟胡说八道 没什么两样 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他这个观点 他这个立场不惜其异 这不就是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时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给蒋介石的台鹏换金马方案吗 换汤不换药 当然也是后来李登辉搞的那个一边一国 说实话 这点东西哄骗个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哪怕你稍微知道一点台湾问题的由来 都能看出王志安王局 这是在混淆视听 首先呢 咱们要谈一谈台湾的归属 台湾的归属 首先依靠战后秩序 战后秩序说实话 这个东西你要是不承认 而且是为了所谓台湾不承认 那你就坐实了反中立场 你就是反华反中的反贼 没有办法洗干净了 说你是汉奸卖国贼呢 也差不多 那什么是战后秩序呢 首先一点是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说 日本在战后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战友 包括满洲和台湾 然后就是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确认了开罗宣言的地位 也就是日本在战后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战友 包括满洲和台湾 这个战后秩序咱说句实话呀 从一个反殖民主义者的角度 这个秩序对第三世界是非常不公平的 如果想改 那就全都改 并且同时对美国西方进行清算 为了个小破台湾放弃战后秩序 那就等着被扭转乾坤吧 你为了台湾放弃战后秩序 你放弃战后秩序 那你为什么不针对美国呀 那这点上就很有意思了 美国是这个秩序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在这个秩序下吸了不少第三世界的血 那你们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 所谓的有正义感的人 为什么不首先反对美国 这怎么搞的这是 这就是偏见 这就是上下级关系 这就是等级观念 这就是歧视 明白吗 这个东西很关键 这个认知一定要明白 第二个就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 这个决议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且驱逐蒋介石集团 知道这是怎么来的吗 大家明白这是怎么来的吗 有人说是非洲兄弟帮我们抬进去的 这点说的没错 非洲兄弟们的确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 但是这个只是宣传 是宣传而不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 真正的东西是什么 是两弹一星 没有这个玩意儿你玩去 什么意思 没有实力 你达不到你的政治诉求 没有实力 你只能被人欺负 你只能受制于人 这个才关键 那有人说旧金山合约 咱这么说 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不予承认 这里边就包括旧金山合约 美日安保美国和菲律宾的安保条约 要么中国没参加 要么就没有知晓中国 这是美国对战后秩序的修改 这些东西对于中国来说 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必须重新谈 第三点 中国的立场 比前边两个更加更加的重要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什么是一个中国原则呢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属于中国内政 任何国家都不得干预 这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问题的由来 是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 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三天 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 然后军舰进驻基隆港 阻断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台湾直到今日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两个主权实体的事情 这根本就不是所谓的一边一国 甚至民主人权 这明明就是美帝国主义 为了自己的利益粗暴的干涉 中国内政搞出这么个东西来 当年麦卡阿瑟怎么说的 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第一岛链的前沿 不沉的航空母舰 这个大家应该明确什么意思 这是本着美国的利益 跟台湾的利益没有关系 跟中国的利益更没有关系 关键点在这儿呢 大家要明白 不需要媒体人在这儿胡说八道 但是在王志安的眼里 这是什么呢 台湾问题似乎呢 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大陆跟台湾之间的事 但是台湾要想独立 必须由美国干涉 你说你这什么东西 该讲历史的时候 你忽略 不利于自己立场的 你省略 只保留自己认为合理的东西 这就是媒体人的丑恶嘴脸 这是媒体人 与真正明白国际关系的人的 根本不同 王志安这个属于 通过给出不完全的信息 来混淆视听 搅浑水 制造认知错误 说他是反贼 都便宜他了 媒体人在我眼里是什么 给他一个小喇叭 他就可以胡说八道 都是一丘之鹤 另外呢 再说一点 这个细节呢 也非常重要 也就是王志安 对海峡中线的解释 谈到海峡中线 王志安说 这是当年美国为了阻止 蒋介石反攻大陆 他说对了一半 还有一半 是这么说的 如果中国大陆解放台湾 那么美国必然干涉 同时核弹打击福州和厦门 这是美国的立场 美国通过搞出海峡中线 来完善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但是听王志安这么一说 似乎美国当年帮助了中国大陆 是不是中国人应该感谢美国呀 这不是胡说八道 是什么 然后呢 有人问我 怎么看王志安试图为大陆人在台湾争取权利 比如评论民进党处理金门渔民事件 是表现出来的草菅人命 对大陆人的偏见与歧视 那这些观点怎么看呢 啥意思呢 在我看来 在王菊眼里 民进党搞台独是假的 民进党现在的做法 是给大陆寻找解放台湾的借口 既然民进党不行 那王志安他有他自己的方案 我之前就说过 王志安代表的是新时代反中反贼 目的就是为了取代旧时代的民进党 轮子和民运 从点评渔民遇难事件 这件事上充分展示了王志安 试图取代民进党的野心 王志安的想法可以归纳为两点 首先台当局放弃金门 马祖乌丘东沙 实现台鹏换金马 搞出一个所谓的一边一国 第二大陆人的权力在台湾必须得到保障 与美国人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台湾的权力 没有任何一意 表面上似乎在为大陆人争取权力 杜绝歧视 这点呢其实我支持 但是他的目标是什么 但是王志安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要明白啊 是大陆人台湾人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 台湾人要放下情感 把大陆人当成外国人 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 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因为王志安明白 台湾人对大陆人的歧视 代表了内心深处无法割舍的情怀 同时也不利于搞台独 也可能成为被解放的火药桶 所以呢咱王菊是个明白人 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而且他的立场跟咱们的立场是不同的 所以呢我们通过仔细分析 大家也看到了 王志安的立场是什么 大陆台湾一边一国 台湾人平常心对待大陆人 与其他外国人一样 他抨击的是民进党 但暗示的是理性台独一边一国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